大家好 我們的調查委員會 剛剛完成了我們第四次會議 我們在剛剛的會議上 決定會就着這件動議進行一個言訊 但是言訊的日期或者其他資料都要稍後去定 我們都會邀請相關的人士 在言訊裏面提供資料去確立我們去處理譴責的動議 言訊的目的當然就是要確立在譴責動議裏面的事實內容 這個是言訊的目的 我們是希望搜集資料去確立譴責動議的內容 而第二件事就是會請些甚麼人就對不起 因為這個我們決定了進行一個閉門的言訊 所以邀請些甚麼人那個名單我們就不能夠公佈 但是可以說的就是我們在明白 將會有一件都是牽涉的刑事案件在進行中 所以委員都是同意 當我們邀請有關的人士來給我們資料去進行言訊的時候 我們都會考慮到有關的人士的意願 因為可能有些是會 他們都會可能是刑事案件裏面的證人 但是我們現在暫時是沒有那份刑事案件的證人的名單 所以我們不知道究竟我們邀請的人會不會是重複 所以我們都會首先做了邀請的工作 然後才知道究竟有沒有是重複 需要不需要等到刑事案件去做了一個聆訊 而我們之後再會決定 我們這次就是決定了我們要邀請的名單 決定了我們會閉門進行這個言訊 現在必須將會是做這些工作 是向有關人士發出邀請的 這個我們其實都比較難去估計 因為正如剛才我說的 我們沒有那個刑事領訊 刑事案件的聆訊那個證人名單 所以我們不能夠知道 究竟我們的言訊邀請的人士 會不會在那個名單上重複 會不會因為這樣呢 而令到我們將那個言訊 不能夠盡快地進行 所以其實在剛才的會議裡 我們都未能夠就著言訊的日期 定出一個具體的日期 或者一段時段 因為我們真的要看回 當我們發出邀請之後 有關人士要回覆我們 第一 會不會接受邀請 來盡頭給我們資料 第二 會不會牽涉在刑事案件上面作證 所以現在我們比較難去做了那個日期的決定 但是我們就做了的 剛才在會議上的決定 就是我們會進行言訊 並且是進行一個閉門的言訊 也都是列出了 我們要言訊邀請的人士的名單 秘書處現在首先做的事情 就是要向這些有關的人士發出邀請 所以香港人士發出邀請的人士 以及公佈的人士發出邀請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是預定進行一個閉門的言訊 所以我們邀請的名單上的人士 或者是甚麼人 我們都不能夠向外公佈在這個階段 可以告訴我們你的合遇 和聲明和聲明和聲明 和聲明和聲明 和聲明和聲明 We have a meeting just now doom上卻議員發出 page We have made several decisions perché First of all we have decided to conduct a hearing to examine the evidence and information the evidence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ycling動口 Second, we have decided that such hearing will be conducted in a closed platform 所以在此一刻,我们不能称为我们的数位人,或者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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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提到,我们认为很难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判断是很快的判断的,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这次判断的判断会公司的判断, 我们没有信息的信息,我们没有信息, 这次判断会公司的判断, Which are going to include will also be the evidence of or the witness of the criminal hearing. So it's the exact date for the hearing as yet to be decided yet. Q. Probably the legal report of the criminal hearing in the court is not the final decision. Q. Actually, the legal report can continue to be held. 其實根據我們自己調查委員會的工作 或者是我們附了的條例 其實就沒有說一定要做了刑事的審訊 不過大家都可以預期 我們參考鄭松泰上次的譴責動議的做法 如果有些人也會在我們獲邀請給作工的人 和刑事案件上的證人名單重複的話 我們都會看到那個做法 就是他們會先做刑事作工 所以其實就沒有說我們一定要先做刑事 不過我們看到參考之前的做法 譴責動議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大家問究竟什麼時候做到呢 就真是我們很難回答 因為我們是沒有關於刑事案件的證人名單 所以我真是不知道我們邀請的人 和刑事案件的證人名單有沒有重複 也都有關的人士 會不會願意在進行刑事案件聆訊的同一時間出來 接受我們出席我們的言訊呢 所以這個是比較難回答的 OK 謝謝